新华路位于上海石长宁区,被称为上海第一华园马路,它连同周边的法华镇路、攀与路,构成了一片幽静美丽的社区。 2018年,城市设计节在这里联合当地居民、设计师、建筑师,对新华路街道进行了社区微更新改造。 设计让城市更美好,城市让生活更美好。 我们希望可以用设计的力量将这里打造为可共享的人文社区, 让居住在这里的老人、孩子和年轻人都能感受到城市生活的美好。 我们叫它美好新华行动。 我是五星,是个建筑师,在之前是在美国生活和学习,后来回国就住在新华路附近。 攀与路222路是一条连接定西路与攀与路的狭窄街坊道路。 不到100米的弄堂热闹而杂乱,这里有着上海老弄堂独特的人情味。 这里是居民日常生活必经的一条弄堂。 人心道的一侧被用来停放机动车,路路的行人根本没有办法正常通行。 路堂另一侧,则是杂乱的商业店铺与住宅的出租口混在一起。 这里成为了街道内都任的脏乱差的地带。 现在吃得整个好,我一早看,我一跳起来吃得整个地带。 这边本来是白玫瑰城市的地带。 就是3,3里,dirty。 就目前的使用状态呢,这里明显是以周边居民出行和休期为主。 所以我们在做花圆设计的时候,最大的原则就是步行友好。 我们也参考了纽约等城市对于共享街道的设计思路。 释放出更多的人行空间,其实可以创造更加有活力的公共活动场所。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高叉都坐平了。 平了以后就会发现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空间。 在这个步行实验室的路段呢,我们用不同的颜色,标识和尾档,将路面分成了三大板块。 车行区地面涂刷的波浪曲线,取自于这里曾经是牛乔邦的历史。 粉色点即将驶入的车辆以视觉警示。 行墨由跟周边建筑的暖色调融合。 在步行区,我们拆除了原本堆满杂物的花架,利用空场地做了一个儿童友好的步行实验带。 用四种不同的材质拼接,给予行人以变化的步行体验。 地面的图形在视觉设计师的协助下绘制了地面游戏。 不光小孩,大人们也觉得很好玩,会在上面跳来跳去。 将原本割裂的空间变成以人形和慢形作为优先的共享街道。 为行人尤其是儿童,提供安全,自由和舒适的步行体验。 尊重儿童不代表说一定要专门有一个让他去坐或者玩的地方, 而是希望他能够踩着20厘米到的台阶, 然后坐在40厘米到的座椅上,可以自主地和大人们坐在一起。 其实呢,222弄在很早之前就被规划为了一条双向二车道的市政道路, 而且很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就会被拓宽。 我们其实希望通过这个步行实验室, 把上海这种小陆堂的步行和生活方式能够保留下来。 潘芋路222弄紧邻着上升新所, 它是上海万车在核心城区的首的城市更新项目。 因此上海万车作为今年城市设计节的共同发起方和首席共建方, 也参与到潘芋路222弄的设计规划和施工改造当中, 将上升新所与新华路街道有机结合在一起, 将空间开放给公众,以此作为上升新所, 以及更多城市通心探索的延续。 这次设计师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想法。 城市更新是可以是个进入式的, 融入式,居民共同参与的一个东西。 改的开始就好,好的就是老人走路越好, 好走就越改越好,但是要把这里管理好, 这又是件大事情。 设计改造是短期的,但一个社区一条街道的改变和激活, 是需要长期去运营的。 和居民们一起共建社区花园, 召集新华人举办美好社区节, 以这个改造后的街区空间作为载体, 链接更多的新华人。 90年代的传达时怎么焕发青春? 垃圾箱能不臭还美观吗? 在下一集的设计大降落中, 我们将走进新华路669弄新丰村, 与设计师们一起探索老工坊小区配套设施, 和居民们一起探索老工坊小区的美好设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